和欢山每年4到6月是杜鹃的开花期 在今年4月中旬 台湾高山杜鹃以及玉山杜鹃盛放 美丽的景致吸引大批人朝前往 造成和欢山多个路段涌现车潮 要呼吁想要赏花的民众 好好考虑交通状况 以免塞车扫兴 和欢山高山杜鹃及玉山杜鹃花期 开始吸引许多游客上山赏花 石门山及和欢山两座停车场都已爆满 假日期间 行程分局支援景丽及和欢所 实施交通疏导 而塔鲁阁国家公园解说员表示 目前高山杜鹃盛开 不过在平地也有百合花能够欣赏 让游客能够多样的选择 目前和欢山这个区域正好盛开的 就是玉山杜鹃 那这个玉山杜鹃分布的地方 主要是在石门山 那这个和欢祖风 和欢东风还有小奇来 都可以看到这个玉山杜鹃盛开 那接下来在大约5月中下旬之后呢 可能也会开始在和欢北风这附近 也会有台湾高山杜鹃盛开 以玉山杜鹃来讲的话 它预期的花期应该是到差不多5月啦 那台湾高山杜鹃也是差不多5月 然后到6月初可能还可以看得到台湾高山杜鹃盛开 那目前在比较低海拔的区域 比如说像布洛湾这个地方 是正好台湾百合盛开的时候 所以民众也可以到布洛湾去欣赏台湾百合 新城分局也呼吁民众上山游玩 请配合警方指挥引导 物摊一时方便而违规或并排停车 以免影响所有游客通行的权益 并且也呼吁民众驾车下山时 应全程开启头灯 保持距离 注意前方车况 还有汇车时应该互相礼让 以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林杰秀林香采访报道